因為剛才阿樂園局勢和聯盟都有份 所以都想多說一些 去講講一講一講最多的兩件事 一樣就是要有綱領和聯盟 但要有綱領和聯盟 先說一說行動的局限 行動的局限關於警方的報告 剛才講了很多 但我會覺得關於剛才阿樂園開啟了一個好好的討論 就是一個反對陣營在街頭運動的即時現場的局限 因為講回中聯辦去年11月 那件事已經被抓了 然後9月要有這個審訊 其實面對這個問題 我覺得有兩個現象是要去處理的 第一個現象是什麼呢 就是大家對於不同陣營才有什麼信任 我講回我當天在中聯辦見到的情況 但實不相目 其實在中聯辦的行動 好像大家看的話 就會是當日即時宣佈 但很明顯就是發起的團體 事前是有交過的 甚至香港的眾志 是關於中聯辦當日的行動的行動 甚至是其實有跟本文前是有聯繫過 是有支援過的 大家其實是有聯繫的 在這件事上 但我那天見到的情況 就是在中聯辦外面 當大家因爲警方的報告就停了在這裏 然後警方出了半小份窩 然後有人上司衝 然後其實當時 就是和太陽是在現場的 但是當時我看到 我理解就是 就是在參與這個行動的 因為是黃絲 然後就圍著和太陽來罵 甚至不只圍著和太陽來罵 圍著和太陽來罵 圍著和太陽來罵 其實他們都有人會去幫忙 但是這個是 但是問題就是 那你都去我行動的現場 你去罵一些 一起參與的抗爭 但是光會和你不同的人 我是完全理解不了的 第二個情況就是 講回金子晶的行動 其實對我來說 我本身覺得 埋到金子晶 我已經覺得算是這樣 但是 但是我覺得這個文化 就是說 當這個行動做完之後 但是就會被一些 親本土特認的人 還會留下來和你做粗 所以基本上 我的身為 我覺得我挺尷尬 因為過去這一兩年的情況之下 既不是所謂 就是叫傳統民主派 或者傳統蛇魂 但是既不是本土派 但是我上年搞一個行動 就見證著主辦的行動裡面的參與者 就被其他參與者圍著來罵 然後那一刻我束手無策 但是同一時間 到我搞一個行動的時候 就會有另一面 他會罵回頭來做粗 那我會覺得如果 所以我覺得 剛才談了很多關於聯盟和綱領 怎樣 很快再一分鐘 聯盟其實我覺得 香港的民主派 我可以概括為三一一聯直 五一一聯盟 其實聯盟和聯直 我們很多 所以其實從來不是形式上 哪一個聯盟或者聯直 那個關鍵的問題 也都不在於 我會覺得是無綱領 你說那個民主派共同綱領 那不是反共就是民主 那都是那堆 我覺得那個關鍵是個心態的問題 就是為什麼 剛才我剛才提出那個 民陣記招永遠 議員不查人 或者是會有我剛才說的那個 就是中聯辦 圍剿 即是沒有分自己有轉頭 但其實警察是拿著 圍剿運動自己去吵架 或者是 昨天你做完這些行動的時候 你在網上的留言 是去 即是批評他做粗 轉頭 但其實我會覺得 我預了會被補的行動 我覺得這個心態 是最具體能改變的 那另外就是 我覺得所以 不是一個有沒有聯盟的形式 或者是有沒有相關的高齡的問題 而是未來就可以任何一些具體的工作 是可以去支持這些抗爭者 因為我可以預計 就是由這個 魚蛋革命 到是雨傘運動 到是從事公民改場 和是東北事件 應該是會令到 在座各位 可能說得出 即是一些在社會運動有參與 或者會被捕的人 基本上說得錯 我猜應該有一半以上 在未來半年 都應該全部進去坐 那當然我多久 越來越計 越連計 所以我會覺得 這個關鍵的現在 在形式和綱領以外 要想的是 大家可以實際上 一 怎樣去支援這些被判監的政治犯 會不會有一個行程 太平紳士和議員和律師探訪的一個 固定的系統 我覺得這個真的要想 另外就是 如果街頭抗爭的模式 那個刑責真是結束幾條話 我們之後 怎樣去延續抗爭 我覺得 形式上 這一個抗爭的方式就要適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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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那些問題 就是 心態的轉變 和剛才 周永康說 那個 那個 這個運動 那個文化 那個轉型 可能性相關 可能一陣間 就可以去討論 是 那將來很成 我只說過他,說不到問題,他說過他,現場的人罵我,當我見到我,我聽到其他人,其實被人罵,我不是第一次,我都被人罵,我都被人罵,我都被拆在一起, 你都不懂得那處。這些人說你過得到我你不會找不 igual天之前,我說過也 pronoun,我說太難了。 這個壹個難啊?那問題大家都覺得有一傳 Cox,別人罵你是什麼,我還不 faço réponse就查氨呢? 其實我講是一個問題,有怎樣解決到它問題? 我們是友好漸的義務組織,一些明星級的人,當然是在吳先生那樣很前或是大革命之後, 我們是有好漸的,但沒有組織,即是說來得快就可以有,來了之後不知怎做,入夜就走人,天國就走人,我記憶是這樣, 第二個就是那些群眾是好似有這麼大同樣,而它自己本身是沒有一個組織和表決, 即是說它沒有去討論一下做甚麼和自己怎樣做,這個是乙三文都沒有,今天都沒有這個, 大部份都是將那個,大部份的政權和政權的結果就是什麼呢? 我選的那時候幾人沒有,這個,為甚麼我們那麼重視區隔, 就是區隔正時或者被人罵的時候,它很受痛的,它就是很受痛的, 如果我不選,其實大家都不敢講清楚的問題, 就是利用Facebook去拿足夠的群眾去拿一個議席, 這個是心魔,如果我們不打破這個心魔, 我們將議會正式和我們實際上有群眾運用中間處理這個群眾, 沒有辦法,因為一到近選舉,坦白說,我不能夠不伸, 其實我2014年後應該打拳到群眾, 你認不認我就說大家要救這些政治犯, 哪有這麼討論,因為你那時候認錯,其實是滅黨, 如果唱歌說我錯了,我認錯就救人,我認錯了我就不滅黨, 你如果大家真的還在這一塊黑鳥說真話, 其實他們看到是沒有意思的, 你們同出一個就是,怎樣想在Facebook, 找人在你自己的媒體裏面拿足夠的群眾, 然後拿一隻,這個問題大家不敢踢爆它, 我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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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就是中共和香港的問題, 我覺得其實再談些浪費時間, 中國已經是開始向我們出的, 他要將我一個坐牢,那不是犯多人, 那問題就是怎樣做,你不可以說互違不存在, 你不可以好像唐均勵和那些, 那些人剛才在大陸說,我證明你證互違不存在, 因為他們花火飄來跟著,我會的已經, 所以那天我不知道在哪個總統派, 我寫了這些句,我覺得其實最重要, 如果今天我們面對的政治迫害, 都不能站穩腳跟的時候,是浪費時間, 我講很多人,籌錢,有沒有足夠的法律團隊, 我們有沒有足夠的群眾出來, 去為了坐牢的人去呼籲,第三個心魔, 我告訴大家,其實我們是自己欺負自己的, 出來一次之後沒有成果就要夠做夠搞, 這個是,這件事已經太內疚了, 我告訴你,如果搞一次可以的, 就不用到開會了,得了我們, 所以現在低潮的時候,你聚到足夠的人, 和平散他們都算贏了, 你以為你真的出來一次,好像聖經那樣, 七十個七次為止的,你的成果會倒, 是不會的,如果大家要善於學習, 如果你連叫人都有問題的時候, 叫到人就叫他,如果你叫人出來之後, 那些人留在那裡也有問題,你叫他留之後, 到他留在那裡之後,他說,其實長毛這樣不行的, 我們要做些事,他自然坐在那裡抗命, 你一定要算贏,一步步,你是沒可能再跳, 即是跳跳不到的。 如果你是打算搞黨選舉政治 你是不會將你的群眾拿去一個集體裏面 因為你會不見到它 你當然是做一個單向的網台、Facebook 基本上就是小朋友 如果你還是這樣搞的時候 所有說的聯合是浪費時間 你怎會將你的票給別人呢 如果你還是臨著選與席 就已經搞民主運動的時候 你不可能 譬如說我要去選 當我們在選舉之前說 拿去吧 拿去不撤票 你不會的 其實大家害怕的是 當我們有一個大的討論區 第一我們會輸 輸了沒有人 第二 而當那個群體不純粹是討論區 是有決策的時候 你怕那個決策對你發肆 你會發肆 如果你不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再講一下 如何來群眾去自治 在討論裏面自治 自治 是浪費時間 我們口不對心 你明白嗎 我覺得這個是個關節 他解決這個問題 我都說 那些腦坑了我 那樣 一推的時候 我讓我出來 那可能好些 要不然我真的 看不到他的新的方法 是解決的 不過看到長河剛剛說的 那件事 剛才都有曾經經經過 但是未是很 有時間充分討論的 就是說 是不是邁向一個 所有反對派 是連結起來的 一個大的反對派 那其實可能 就是 究竟哪個黨 哪個人 出去哪個席位 拿什麼 其實都是 以一個整個反對派去做 而不是我的黨 去拿這個席位 而我為民主運動 或者剛才改過的人民運動 去做這件事 那會不會都是意味著 有一個這樣的前景 是我們需要更加去探討 更加實在 那這個時候 就是都可以大家再去談的 那我知道現在 對那七位朋友 就想發言 那我也知道 剛才Bendy是他的手臂 但是我現在 就想這樣做為全席 我就想聽到那七位朋友 還有我手臂都有一張 不過這個就是 是講意見多的 那如果我們沒有時間 或者我們從後才出來 我想聽到那 是不是有七位朋友 那就是請你們一次過 就講你們的問題 和這個或者意見 或者如果就在座的朋友 還有是想和我們分享他的意見 或者是提問呢 我現在是通知這個工作人員 那之後呢 我就是會結束 台下的發言 然後呢 就把時間呢 就交給就是八位黨者 就每人做一個 就回大家 昨天的發言 和台下的問題 或者是意見呢 就做一個 最後的總結發言 那就每人四分鐘 好嗎 因為時間 好嗎 在這裏 我會不會 還有一位